南台灣好 整個半個台灣幾乎泡在水裡 在今天的五件新聞 我們就帶大家一一來關注各個地區 各個災區的直擊 還有這個雨淡接力賽專家 還要再示警了 我們先來看到這回 包含了整個新竹以南 雨是驚人 高雄更是重災區 那麼在雨量累積的部分 帶大家來看到子曝的狀況 這個統計的累積雨量 是從7月24號的凌晨0點鐘 到7月26號的9點鐘為止 那你可以看到在高雄的茂林 累計有1827毫米 屏東的三地門1586 嘉義的奮起湖也有1563 高雄龜山1544 以及嘉義的主旗 1485 而事實上在這個凱米颱風 原先中央氣象主是預估了 在這個中南部山區最高 來到1800毫米 但是在昨天也可以看到 把這個雨量週量上修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 確實在高雄就已經超過了1800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首先看到在高雄這邊 點飽溪議題 在昨天傳出這個提防釀災 是有一名 77歲的老翁在深夜10點多 他非常擔心非常憂心 他的餘溫 他擔心他的這個餘溫幫浦被冲壞 所以就冒著風雨要外出來看 結果失聯 他的太太報案之後 警教會考慮到 依舊是在昨天深夜這個風牆雨大的情形 所以在今天上午開始 展開了這個搜救的任務 但是呢 這名老翁為了視察 因為喪命 另外還有看到 雖然這個颱風四個半小時出海了 但是呢在這個西南風 西南的加上外圍環都帶上來 整個中南部地區 包含了像是嘉義潭呢 高雄剛看到雨量都破千 還有屏東 那另外來看到在岐山這邊 也是呢 土石流之間沖進了民宅 導致有一對老夫婦 好一死一傷 那麼另外再來看到 在屏東的西港鄉 在這邊甚至要有救援 怎麼辦呢 就出動了這個大的 很大的這個橘色的桶子 三個人 將這些居民給送出來 因為你可以看到路都不見了 那麼要特別提醒大家 包含了在雲林的陡南 還有在台南的觀廟區 台南這回也是呢 這個非常的嚴重 包含了像是在市區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都已經是看不到路了 那包含像是在這個新營啊 鹽水等等 也都是淹了起來 以及在嘉義的水上香 好可以看到這個通通呢 都已經是這個水的部分 都已經是非常的滿 那麼在今天還是要持續的提醒 就是在這個強降雨的部分 還是會繼續影響在中南高頻 還有大家很擔心 這個颱風才離開 是不是天氣又會有變化呢 下週一二在29號30號 又會有熱滴靠近 好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 但現在還是有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要持續要來關注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到了 在高雄地區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市區的部分啦 包含了在旗山的部分啦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災情 在當地的現在他們的這些居民們 我們來看看現在狀況 昨天晚上差不多水催了就來清 然後門又打不開 然後那個全部東倒西歪 然後淤泥很深到這裡 淤泥很深喔 對啊 你看清了幾大袋了 現在才這樣子 泥土那麼高 泥土那麼高 你說從這麼高喔 那個土啊 土啊 差不多這樣子 這麼厚這樣子 對啊 這差不多是泥土啦 現在應該是有移住的 那個一團兵有沒有 在這邊協助我們 沒有啦 你說因為那清淤真的很難啦 要清理 你看他們怎麼清理呢 對 現在其實 他們就沒辦法清理 美農市長這邊很需要國軍 來幫忙協助大家 對啊 你看那麼多 政府都沒有派人來清啊 政府喔 這個 我看你 你看你拿那個鋤頭 是把它刮出來的耶 對啊 不是很容易耶 對啊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啦 會不會希望 剛才我聽到其他的攤商老闆 老闆娘他們提到說 很希望國軍可以來幫忙處理 對啊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往年都會有 只有今年就沒有看到國軍 往年都 你說之前有發生的時候 然後 有 馬上速度很快 待會兒總統會來這邊 有沒有是想跟總統講些什麼 就叫他快點來清啊 我們要護眼啊 要做生意啊 要生活啊 好 看到南臺灣呢 我在今天已經是 第三天的颱風架了 但是可是開心不起來 這個可以看到 滿地的這個 像是很多人現在都在路上 看到很多漂流物啦 車牌啦 甚至剛剛看到雨溫的雨 都跑出來了 在台南的鹽水還在淹 最高淹到一層樓 在五廟這邊也都是 可以看到都是淹水的情形 路邊的車輛幾乎滅頂 另外在台南的雪甲 後壁也都出現淹水的情況 當地的居民說活到60歲 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慘況 還有在嘉義水也沒退 救難隊員是搭著橡皮艇 來分送物資 台南鹽水水淹小鎮 直到水退一點居民出門 標準的水上摩托車 有人硬騎騎不過 直接拋錨用牽的 再往前走 店家冰箱飄在水上 瓦斯水上飄 居民說凌晨開始淹大水 最高將近一層樓 四五點就有的人說花榜 這次有冰箱是莫拉克 八八風塞那一塊那麼大 那麼大呢 有民眾PO出這張照片 整排機車幾乎滅頂 睡醒要偷車已經來不及 在台南後壁也很慘 餘溫馬路根本分不清楚 馬路看過去是一片汪洋 兩十幾歲 八八水才有沒有 不知道喔 沒這麼渣溫 白水喔 有幾十幾個米啦 雪甲果園也泡水裡 抽水機根本對付不了好大雨 已經咽一天的海有嘉義 水上香美上美社區 水淹半層樓高 救難隊員搭相比艇前進 居民站在二樓放下 繩索綁物資 住在三樓的拋水桶等來救援 不可以要出賣啦 有需要物資喔 有 非常的需要 好 社區隔壁的內西村 因為地勢低窪 被巴掌吸水倒灌波及 你很想穿進去看 那四個車比較危險 這水是倒灌的 安隊倒灌 還有嘉義路草鄉 馬路變成泥黃水路 鄉長挨家挨戶罰便當 沒辦法出門 這十個馬龍舟來了 南台灣全泡水 屏東臨邊加油站也在水裡 前方馬路全是水 急車不趕過去 只有電動車敢這樣 涉水通過 急車勉強通過 天津水花嘉義水上從颱風來襲淹到現在 水還有半層樓高 大水退不了 居民只能躲在家裡 連善後都無能為力 記得嘉義屏東綜合報導 整個高雄淹大水到了26號上午看到高雄三民區的居民 真的還是好苦 當中有大樓的地下停車場 三樓都滅頂 汽機車來不及遷出 整棟大樓停電 只能夠趕快離家 那麼在南紫蘭田裡 水也是淹到腰 要走路都很困難 到了白天水沒退 現在雨量統計 在高雄茂林的單日累積雨量 已經超越當年的莫拉克風災 滾滾洪水往地下室狂衝 住戶站在旁邊看了好傻眼 水流超湍急 大家以為看到了瀑布 機車汽車全來不及遷出來 只能眼睜睜看著大水衝進地下室 三民區德山街這間大樓地下室斜坡變成滑水道 就算遷了摩托車直接被水淹 高度達到半層樓高 德山的訊息是最少要一個禮拜 根本沒有辦法通過 而且連水塔都沒有電 因為沒有電的話水打不上去 這一棟大樓的地下室幾乎是全部被滅頂的狀態 我實在覺得太過癢 像在台北美這陣子 怎麼卡著卡不通 因為大樓地下室三樓全淹水 地下二樓的發電機泡水出估淹水量 等於三萬個浴缸 兩旁街道淹水又停電 居民沒辦法睡氣炸了 直到天亮白天打掃家園 有人尋找漂走的冰箱 被水流走將近一百公尺 才在大樓門口找到趕快拖回家 南紫蘭田裡前一天水淹到腰光 是要走都很困難 直到晚上水還是沒退 遠中港水淹一個輪胎高 居民不放心想辦法找來拖車 半夜拖走 凱米颱風來襲 根據雨量高雄茂林 單日累積雨量已經達到1343.5毫米 超過2009年摩拉克風災 堪稱是200年一見的超大雨量 市區煙產在高雄橋頭有夫妻去雨溫巡視 結果轉頭發現先生不見了 警校早上要協助搜查 開明颱風帶來龐大雨量 三明區大樓煤電地下室已經水滿 都讓居民光想到善後就心裡交瘁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高雄大風雨量成了災害當中 不少超商店家損失慘重 有超商水淹到膝蓋餅乾 泡麵在水裡飄來飄去 貨架更是東倒西歪 這個 獨自餓走到高雄這間超商買吃的民眾 超殺眼不僅水淹到膝蓋 整間店根本都拋在水裡 貨架倒得亂七八糟 我比較喜歡那個餅乾 幫我拿一下 好像有點濕 想吃餅乾得從水裡撈起來 還有一包包的泡麵水面上飄來飄去 已經這麼慘了 竟然還能一夜 果然一看店員眼神死泡在水裡面 再無難也是得敬業結帳 另一間超商則是玻璃門被大水沖倒 撞出超長裂痕 只能報廢 來到三明區早餐店 老闆娘把一包包的垃圾往外丟 因為水淹到120公分高 幾乎快到他的胸口 整間店 冰箱等電器 還有瓦斯爐等等身材工具 全部壞光光 冰箱都壞掉 電台也壞掉 還有彩繪 美甲墊 木頭地板等等裝潢 幾乎全毀恐怕只能砍掉重練 還沒開機不知道 前期內的都 對啊 因為都報廢了 百貨公司一想天地 也難逃淹水命運 一樓水伸到腳踝 甚至燕鏡精品專櫃 店員全部忙著掃水善後 超商則是最慘烈 民眾在水裡撈泡麵飲料 店員泡水結帳 大部分電器等身材器具 已經泡糖損失慘重 記者紅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